8月26日,新疆召开疫情防控工作第35场新闻发布会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新闻发言人王武龙介绍,经过艰苦的努力,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,疫情防控工作阶段性成效也进一步巩固。 从今天开始,乌鲁木齐市将对重点小区再次进行核酸检测,之后将进一步调整疫情防控政策,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 新疆卫健委官网显示,截至8月25日,新疆现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4例, 无症状感染者44例,累计治愈出院确诊病例702例,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194例。 发布会上,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主任瑞宝林介绍,根据疫情防控要求, 乌鲁木齐市区已经开展多次环境卫生全面消杀。 在前几轮的全面消杀作业中,我们严格按照相关要求,对医疗机构、集中医学观察点、住宅小区、城市道路、环卫设施、农贸市场、物流经营场所、机场、火车站等场所及部位进行预防性消毒和随时消毒,有效阻断了病毒传播途径。 近期,我们又按照先重点后全面的原则,科学有序地对重点区域实施全面大消杀工作。 本轮次的消杀作业,实行挂图作战,消杀队伍在实战中不断提升操作能力,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一体化消杀作法,确保了消杀工作落实到位。 随后,我们将对已完成多轮消杀的重点区域进行进一步的采样检测,并有计划有不准的推进全市的消杀工作,为有效阻断并无传播途径,创造健康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,提供有利的保障。 通报中,新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政策落实专项组负责人张荣介绍,政府将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金融保险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, 如落实个体工商户小额信贷政策,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总量政策,落实中小微企业临时性延期还本复息政策,和提高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政策。 截至8月25日,新疆上有302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